看照票幅无之于一晚 钓鱼似乎是一个与大自然为友 享受深求野色的好爱好 今天我要去附近美丽的水库寻找我的囚梦 秋天什么五变色的季节 天空、湖泊、树木都变成了秋天的颜色 我先去了管理处询问了钓鱼的情况 你好 经理亲切地指导我 缩水苦上游的状况很好 既然是秋季钓鱼的季节 很多人就会想到深水 他们说因为阳光还好 所以在上游前水区雕道机遇的记录很大 我必须移动到你今天推荐的上游店 周边地区组织两号且漂亮 独家时享受这里精密的风景 这似乎是一个安静休息一万的好地方 啊真漂亮 这里的睡非常干净 气氛真的很好 一列高铁正从那边的桥上湿果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帐篷 放在水苦中安装的指甲上 不知怎的 我今天感觉很好 一直感觉很好 但今天感觉特别好 即使你只是坐在水边 也不会羡慕 因为你有大自然作为你的朋友 现在早上和晚上都很凉霜 每天早上我去上班 暗室上班 一周的时间似乎都在重复找平淡的日常生活 现在花一些时间 来恢复活力并摆脱忙碌的日常生活 秋天快到了 微风吁吁 凉霜霜的季节 今天要是能在这里遇到一条大鲤鱼就好了 等待炎热的太阳落山 和夜晚的来临 渔民们的表情看起来都很严肃 我需要在太阳进一步落山之前吃晚饭 今天我做了晚饭 看起来很美味 我们还准备了一罐病振啤酒 嗯嗯 很好吃 随着太阳落山 黄昏降临 夜跳开始了 又是白天会挂风 现在 平静的景色 没有一丝风 营造出一种安静的氛围 过了好久 傍晚时分 钓到了一条鲫鱼 这是一条鲫鱼 哇 真的很漂亮 我的妻子很高兴 因为她钓到了一条鱼 好久没钓鲫鱼了 啊 真漂亮 这是生活在韩国的鲫鱼 夜色渐深 鲫鱼似乎也开始进食了 这是第二条鲫鱼 比第一条鲫鱼稍打一些 也许是因为在商游 睡深不深 惊涕的机遇 小心翼翼地将富票 掉在嘴里 另一条鱼正在被捕火 这一年我取得了什么成就 什么是遗憾 接下来做什么 我坐在水库边 晶晶地整理思绪 这一次 给予拖着富票的速度也很慢 今晚最后一半 快车经过 水库的造成是在城市里感受不到的安静 和清爽的感觉开始的 充满期待的造成 给予先生了 早上能再次看到 离雨我就很高兴了 世界上给予每个人的时间 显然是平等的 当我钓鱼时 我为时间的 匆匆流失而感到背上 空气 等待 步骤 表扬 我让你 我们 能不能 如何满足 快乐就会持续很长时间 快要结束了 这些就是做碗 给我们带来欢乐的利语 由于我已经很久 没有见到这些利语了 等在看一遍它们的面容后 我会把它们送回去 我应该拍张照片 很高兴见到你 再见 谢谢你 我会把它们一一送回去 妻子会一起幸福的时光 现在我必须把事情总结一下 下次 我会在更好的地方 在此应见 感谢您观看我的YouTube频道